我叫凱萱 那我还是先问一下 就是有没有人是今天第一次来到哲舞的 有的话可以举个手让我知道吗 好多哦今天好多哦 好谢谢 那我还是大概讲一下哲学星期五在做什么 其实哲舞啊一开始在台湾是在台北 几年前就是有一群人啊 他们拿着大声工 就在十大夜市的路口 他们拿着大声工在聊天 那他们聊什么 他们就聊一些他们感兴趣的公共议题 那慢慢的演变成后来呢 就是就像这样子 就有一群志工 那选了一个室内的场地 用礼拜五的晚上 然后我们就聊一些大家感兴趣的议题 就变成现在的哲学星期五 那哲舞聊什么呢 其实哲舞什么都聊 只要这个议题具有公共性 那大家有兴趣 我们就可以拿来哲舞来谈 例如我们可能谈过说 所谓的社区经营 在地生活 我们都说在地政治嘛 在地生活 那从社区我们怎么去经营 所谓的在地的生活跟政治 或者是所谓的人权的议题 或者是司法改革 只要这个议题呢 大家有兴趣 那有它的公共性的话 我们就可以来哲舞来谈论它 那我们其实每个礼拜 我们每个礼拜都会请不同的讲者 来讲不同的议题 但是哲舞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就是我们觉得在台底下的各位 才是哲舞的主角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 是因为我们其实 这也是哲舞 想要这样子 就是建立一个空间的原因 其实我们以前都会觉得说 这些政治好像离我们很遥远 可是其实台湾人 其实台湾人真的很关心政治 所以你可能会在 在家里啊 小时候就看到爸爸妈妈 可能会看政论节目 那可能你们也在家里 也看过所谓的政论节目 可是你就在节目里面 看到这些人 这样子互骂 或者是讲一些 你觉得有兴趣的议题 可是他们的观点 也许就是很狭隘 然后正反两方就这样子谩骂 可是我们觉得所谓的政治 其实是可以拿来 这样的一个空间 我们面对面的去讨论它 像我们之前谈过 所谓的死刑的存废 或者是一些 或者是一些不同的议题 我们会在这样的 面对面的互动中 会看到政反两方 我们可以明确感受到说 不同的议题 其实都会有不同的意见 但是我们就是希望 在哲舞这样子互动的过程中 我们去了解一件事情 就是在民主的社会里面 你必须要跟有不同意见的人 相处在一起 那我们要试着 去跟不同意见的人沟通 去相处 那在这样的过程中 其实大家都是很理性的沟通 就算是死刑这样子严肃的议题 我们也可以透过面对面的互动跟沟通 也许我们可以去寻找出我们的共识 这也是我们未来可以努力的地方 这是我们就是建立这样 这样哲舞一个平台 这样一个空间的目的 我们希望 自由面对面的讨论这些公共议题 就算有不同的意见 不同的声音 我们可以试着在这些讨论中 可以得到一些共识 那因为今天的主角 其实是在台底下各位 所以我们等一下会进行自我介绍 对 有没有觉得 怎么来这边听不同的议题 还要做自我介绍 我们希望等一下自我介绍 大概大家花10到20秒 因为今天人很多 我们要把握时间 我们就用10到20秒讲说 你是谁 你从哪里来 那为什么会来参加建立场哲舞 是因为这个议题给你怎样的想像 你对于记者有怎样的想像 还是有不同的看法 对 用10到20分钟的时间 诶 10到20秒的时间 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 对 10到20秒的时间 那讲一下 就是短短的自我介绍 那就从这边开始 大家好 我是讲者的同学 然后我也是个记者 所以就今天来捧朋友的场 喂大家好 是李嘉豪 平常参加外地的哲舞 今天路过 路过此处 然后 最近有在说一些关于记者的东西 还有那什么 最近记者 有一位记者有出一本书 是什么 记者就很大 看我觉得蛮有趣的 所以就来这边听一下 其他记者是怎么看的 谢谢 大家好 我是江彦杰 然后我是报导者的始终粉丝 然后我参加就是 109班的地狂的导演 就是还不错 然后认识了蛮多地狂堂的议题 想要来听听看 报导者怎么来分享地狂堂的东西 谢谢 大家好 我叫陈凤玉 然后在学校也是 不断地有从事记者采访的经验 然后想要来听听看 对 这次的议题 大家好 我是国安会台中人 然后 我是报导者的这个 转贴率非常高 然后所以是 因为这样就 想要来目睹 就是作者这样子 粉丝的概念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林玉玲 其实我最近在关注这个 非林导向的调查 可能就是 从前阵子 那个 四方报 从那个 世青 的团队 结束离开之后 大家就成立了 所谓的一个 遗人 那在 大概 一个月前 在明星馆的时候 刚好 TWA TWA 那个陈秀莲 在那个 一中的明星馆 那 有遇到那个 报导者 就是今天可能的 那个 金永达 所以 其实开始 对所谓的 非林导向的 调查报导 这个 趋势 就是 蛮感兴趣的 谢谢 大家好 我叫佑珊 我是台中 然后今天是想 透过 记者的角度 看 第一广场 东西S 这边的外籍劳工 你们的看法是如何 大家好 我叫王振宇 我从小住在台中 以前很常去第一广场 可是现在去就 好像 格格不入的感觉 所以 想今天听看看是 怎么报导他的 你可以花少一点时间 因为你说 从小在那边生活 小时候很常去那边 因为以前还有电影院 还有可以玩的东西 然后小时候我妈 就带我去那边看电影院 可是 就今天和朋友 再去 再去绕一下 就 很多外籍老公 就觉得 我们好像是不同世界 好像侵入他们的世界一样 觉得是不同世界 是不是 对他们就 好像打扰到他们的生活 就一直看着我和朋友 这样 对 所以想了解一下 谢谢 大家好我叫邱伯雁 我就是他朋友 我跟他一样是 住在台中 很地人 这样子 然后 其实对 易广 印象就是很多的 外籍老公 也蛮陌生的 嗯 其实自己还蛮想了解 这边 到底是 充斥了什么的文化 这样 就像刚刚 进去一广 一楼 二楼三楼那边晃一下 大家用很奇怪的眼神 看着我们两个 好像是 不知道怎么 那种 就是 外地人入侵他们的地盘 那种感觉 对啊 大家好我是简君廷 然后我是 我是 也是 看过一些 報導者很厲害的文章 所以 我还要再讲一次吗 好啊 可以吗 好好好 大家好 我是简君廷 然后 因为 看过一些 報導者很厲害的文章 所以想要 来了解这个议题 然后还有 就是 有跟同学讨论过 记者这份工作 然后觉得蛮有兴趣的 想要来深入一下 谢谢 大家好 我是玉玫 然后 在我过去的生活中 其实我很常接触到 新移民跟移工 那我在学生的时候 其实有出去 Walking Holiday 所以我想说 对外地的 就是 Walking Holiday 的那个场所来说 其实我 相对来说 也是移工的身份 那 呃 因为自己曾经是一个移工 所以对于 台湾社会的这些移工 有更深刻的一些体认 不过在台湾 你去跟朋友对话的时候 会常常 发现他们对于 新移民或者是移工 在对在地社会影响 其实是比较偏颇的 那刚好有看到讲者的文章 然后就是朋友之间 有进行了非常多的对话 所以就很想来再 听听讲者不同的分享 大家好 我是大新 然后我是念音乐 跟人类学相关 那我之前也开始 关注一广的议题 然后我也持续在一广 13楼的菲律宾教会聚会 那平常会去六楼的舞厅 跟菲律宾人一起跳舞 然后 就是平常也会 我最近 我现在先学的是先学越南 因为 有一次在公车上 跟几个外籍 越南移工 给我交换起脸书 然后开始 跟他们聊天 那 一直对这个蛮有兴趣 然后那天看到报导者 他有一张手扶梯的照片 结果我竟然是男主角 这样子 然后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其实我蛮想知道说 对 因为我们是念人类学相关 我其实 蛮想知道像我们会长期的观察 那 报导者我觉得他已经很棒 他一个月 但是其实我很想知道 他后续会怎么再继续关注 这样谢谢 要不是时间不够 还蛮想Cue你跳舞的 大家好我是Judy 我本身是在 从事外劳中介的经营 那我一直对我们一广这边 有非常深的感情跟兴趣 那目前我跟朋友也有计划 在一广这边的一些闲置空间 要去做一些 接下来可以在经营的一些生意这样子 那很高兴今天可以有这样子的机会 能够来这边 然后从跟我以往不同的角度 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外籍移工 以及对一广这边的看法 谢谢 大家好我是季桓 那因为我从第一广场开始创立 开始就一直在这一带生活 就是我读书的地方 所以我真的是对这个中区的心衰 有很深的感觉 那因为身为一个女性 然后加上我们不同的生活背景 的确就是家庭会给我们一些 你要远离一些外劳 用一些比较歧视的眼光 好像是要保护你自己 但是读了报道者的文章之后 其实我有不一样的感觉 有不一样 有看到他们的生命力在里面 那是看到他们的生命在里面 得到一个新的出口 那我曾经在柬埔寨 就是也当过志工 和柬埔寨的人 不同肤色的人一起生活过 所以我也很想 经由这一次的活动 可以了解说 台中的人如何 可以跟这些外籍的移工 我们能够 在文化认同中 能够很和平的共处 而且可以一起 就是一起成长那样 那也可以当作 算是我 因为我是教育工作者 所以我也希望可以变成 我教学上的素材 大家好我是Ray 然后我其实在高中当老师 然后自学期很不怕死的 开了一门课叫做媒体试读 其实我跟另外几个老师合开的 那我们其实到处都在搜寻 各种不同的资源 特别是哲午这边 已经有不少人被我们骚扰过了 而且曾经到我们学校去分享过了 那我想说今天来看看 来看看实际工作者 他到底是怎么样去进行这样子 这么长时间的观察跟采访 那也许可以在明年的课程 邀请讲者来帮我们跟同学分享 可以吗可以吗 大家好我是沐梅 我台中人 那今天晚上我就来这里 听听吸收一些知识 谢谢 大家好我是何思寅 然后现在在台北工作 那一直很想要参加台中的哲午 那这次因为刚好廉价 所以就回来可以参加到非常高兴 然后因为觉得讲者 那个报导写得非常的好 所以会特别感兴趣说 这个幕后的故事 谢谢 大家好我是玉文 那我是台中人 但过去三年住了台北 然后花莲 刚从花莲搬回来 那在台北的期间也担任公民记者 所以对于记者的幕后告白 幕后告白这四个字非常吸引我 所以就来看看 多听一点 大家好我是俊佳 那我现在是在台北工作的台中人 现在是工程师 那今天也是刚好廉价 然后回到台中 然后刚好来 停 那平常都要在脸书上面 其实看报导者的文章 或他的报导都觉得很不错 然后刚好一广也是 我很感兴趣的 所以请你过来听 我们后面一直有 不好意思 就是我们后面一直有朋友陆续过来 所以我们 这个字节的速度 我们再把它放快一点点 对 不好意思 大家好我是凡人 我是一个学生 然后就是我也是报导者的粉丝 刚刚也去第一广场晃一下 就自己一个女生 就是也是一种格格不入 觉得有点担心的那种感觉 然后还好是廉价 所以才能耐着的 不然平常就要补习 所以还蛮谢谢我这次机会的 大家好 那我是台中人 那只是从我有 从我能够自行逛街的时候 一广就已经没落 所以我还蛮好奇 就是整个中区的没落的状况 然后刚好今天有空 所以就哇 就觉得哇 能够参加一个活动就很不错 大家好我是夏 我台中人 我本身也自己念传播科系的 那看到是说现在主流媒体的内容 是那么的 就只剩下的那个监视器 和那个行车记录器而已 那我想知道是说 那像这样子的非盈利导向的深入报导 他要如何跟主流媒体对抗 散发他的影响力 还有他之后 关于资金和收视率的来源 要何去何从 这样子 想知道是说 当事人他们的看法 谢谢 大家好 我叫黄秀安 我是 我前天刚被从台中二种赶出来 然后 然后 我平常都把主流媒体当综艺节目在看 那 那 上次 上次有一次还蛮无聊 就是在第一广场那边绕了一大圈 发现 其实第一广场就是说建筑路 我 我觉得它还蛮像一个墓碑的 对 就是一个很大的墓碑灰灰的 然后 里面没落的跟什么一样 那 由于我出生的年纪 由于我出生的年代 跟第一广场 兴盛的时候 其实差了有点多 我想 再深入了解 然后 呃 在自己 去 呃 天同国读大学之前 再 多充实一下 对台中的支持 这样 谢谢 大家好 我也是媒体工作者 那 之前在台中读书 居住 然后很长一段时间 现在在北部 那第一广场 以前是一个很 花花世界 对我来讲 然后现在 后来它衰败了 我就去过一次 就吓到了 然后从此 十多年来就没有再进去过 所以看到报道者的文章 觉得说 欸 它成为一个另一个生命力的地方 觉得还是一个 蛮期待的 大家好 我是 郭医生 就是今天陪伴我拿一起过来 大家好 我是瑞 我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 讲座的 看到这个议题是觉得蛮不错的 所以过来 然后现在政府在推南向政策嘛 所以是不是有机会 第一广场 这里可以改造成一个示范平台 就是一个 南向政策的示范平台 活化资源 那以上 谢谢 大家好 我叫易云 我现在还在香港念书 然后虽然自己是读理工科的 但是 其实最近对于城市发展的议题也 比较感兴趣 那刚好 虽然第一广场对我而言还 蠻陌生的 可是 刚好认识一个学长 他最近为了做学识论文 在第一广场也蹲点了几个月 所以刚好看到这个题目 我就 希望来这里了解更多 谢谢 大家好 我叫张智隆 我想来看看 听听看作者 除了报导的内容以外 后面还有什么 可以谈出更多 让我们会感到兴趣的东西 谢谢 大家好 我是易美 那我大学本身是念媒体 但是后来没有在新闻领域工作 然后 今天我想来是因为 我本身台中人 那其实 一直都可以感觉到 移民在这个城市 站的比例越来越多 我就不只是易广 像台中火车站 或是平常大公车会遇到 但其实跟我们就像是两个世界 平常也不会去交流 所以今天有机会 藉由报导者的眼睛 告诉我们他的生活的话 就是 或是故事 会让我觉得很感兴趣 谢谢 大家好 我是金南大学的东南亚研究所的学生 然后我自己也是一个台中人 因为 从小也是在台中长大 常常来一广 但是来一广都只是去 YouTube或者是 KTV去休闲娱乐 然后 来的时候也都是 就是旁边的同学也都会觉得 你去那里干嘛 然后如果想要去其他楼层逛的时候 就会被觉得你是一个怪人 要你注意安全之类的 然后因为现在的论文题目 因为从小在这里就是 就只是去那两个地方休闲 然后 也对这里没有很大的了解 然后 读了东南亚研究所之后 对这个地方就产生了兴趣 因为 跟以前 看的角度不太一样 觉得这些劳工 来这里的外籍劳工 都是 很有故事的 但是 身边的人 对他们都是 很 可以说是带有歧视的味道 然后 就觉得很想要再了解看看 而且 最近就去参加 在台北的新南向政策的那个论坛 然后 觉得黄志芳 就是 那些官员 对这个 新南向政策 的 改变啊 可能是 还是带着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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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的利益 就是 他是写以人为本 但是 这个人好像是 人力 还不是一个真正的人 的看法 对 所以就觉得 很想要了解政府对 这边的 对这些 这个东南亚这个地方的看法 会不会有改变 就是像 像 记者 还有一些 学者的努力 看会不会有改变 这样 想多了解一点 谢谢 好 我们现在时间不够哦 后面的人都只剩10秒钟哦 要把握哦 大家好 我是那个冯达大学的学生 然后建廷 因为正在关注那个 中区的变迁 然后后来得知 1095的机构 所以很好奇 中区一些移工的活动 然后因为我一想知道 艺管会不会有所谓的教父 就这样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家庭主妇 然后我是被报导者的 那个报导的感动 然后所以我来听听看的 大家好我也是台中人 那我其实比较关心的是 就是这篇报导背后的伦理问题 因为其实报导者自创刊以来 就是像王力柔的那个举牌公 其实都一直有被批评 就是报导伦理的部分 那如何在报导真实 跟保护当事人利益 这件事情取得平衡 那是我今天想要问的问题 谢谢 哈啰 大家好 我也是台中人 这是第一次来哲舞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台中人 因为那个艺管的报导非常吸引人 我想知道 背后更多的细节 谢谢 大家好 我叫陈汉堂 台中人 那我主要也是想来 目睹讲者的风采 大家好我也是台中人 然后我目前在民传大学念传播 然后看到记者都觉得自己该来 所以我就来了 对 大家好我也是台中人 然后我是在关注就是跟艺广 想要知道艺广更详细的议题 所以才来 谢谢 大家好我叫Vivi 我是一名社会工作者 然后本身也有在服务新住民 那对于一广这个就是移工的议题 之前也有和自己的同事聊到就是 如果之后那个东西广场变成是以经济为导向的话 那是不是会有里面一些非法移工的问题是 会增加更多的社会问题 然后对这个部分是蛮想来听听看 就是以记者的角度来听听看 谢谢 大家好我是靖来 然后因为一广 对我来说它是我 第一个抠击 第一部电影 的一个就是成长的一个记忆这样子 所以我很好奇 因为已经隔很久没有再跟他接触 那现在会去大概就是去美乐地唱歌 这样子 对所以我很好奇 现在一广跟这个城市的连结是什么 还有他的样貌是什么 谢谢 大家好我是安妮 我在台中住七年 然后很关心移民工的议题 然后觉得永达跟佑恩是很认真的记者 然后今天很期待他们讲更多 身为记者幕后的真实故事 谢谢 大家好我是Bruce 我是台中人 之前在新加坡当外劳 那在新加坡没有受歧视 反而当一个台湾人在新加坡 其实是很受欢迎的 那所以 请各位台中人跟外劳相亲相爱吧 因为 谁知道你未来会不会当外劳呢 而且 其实当外劳有时候还蛮好玩的 谢谢 如果有对于当外劳的新生有什么感想的话 可以之后再来找我聊聊 谢谢 大家好我是秦英科大景观系学生 那之前有操作过有关中区的一些题目 然后来这里寻找看有没有有关中区的一些课题或是前例 谢谢 大家好我是看了那个报导者的文章 就有兴趣就来了 谢谢 嗨我是一个喜欢人的人 所以我来了 大家好我是从桃园来这边赌出 所以觉得这一次主题跟桃园的后火车站蛮像的 那边也是外劳的聚集地 所以我觉得 听这次演讲应该可以更认识他们 大家好 因为我是陪女儿来的 那我也想了解一下 这个议题是非常有趣的 所以我就陪着来 谢谢 大家好我是哲武的志工 就我看这个记者的报导觉得非常有意思 所以今天来听听看想了解更多 谢谢 大家好我叫张苏博 很高兴今天可以参加这个演讲 我都谢谢 大家好我是Iris 那个我也是台中人 然后因为对这个议题还蛮有兴趣的 所以过来看看 谢谢 大家好我是台中人 我也是报导者的铁粉 想要来听听记者们如何分享 在一广这两个月如何记录他们 如何观察这群移民劳工的生活 大家好我是Roger 我是快要五十岁的台中人 希望多了解一下第一广场 现在变成怎么样 谢谢 大家好我是琼霞 因为我从小就生长在一广海 我从小生长的过程就是一广都还没有建立 然后呢 但是之后就出去念书 之后对这个地方越来越模糊 所以我想藉由今天的这个演讲活动 更了解这个地方 大家好我是贝徐 那我是不住在台中的台中人 那现在的身份应该算是台中医工 然后会有同样的感觉就是 其实大家都找不到自己的家 大家好我是梁佑妮 我是台中人 然后今天 刚好也藉由课程的关系 知道这个地方 然后对这个议题非常感兴趣 所以来看看 谢谢 大家好我是嘉远 然后台中人 就是 嗨 就是 一直在关注旧城区的议题 那也在附近开了一个空间叫好办 那 其实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也 就是有 就是透过一些活动去跟一广的议题有接触 然后就 从此就被他惊艳 那现在其实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团队 投入在一广议题上面 就觉得很开心 那希望更多人 不管是 现在居住在台中 然后或是外地人 其实都可以一起来 关注 不论是旧城区 或是一广移民工的议题 谢谢 大家好 我是新街 那个我也是台中人 然后我其实从小 长大的过程中 对一广的偏见是从小 就是在国中的时候是建立的 就是我们 可能同学去约逛街或者去哪里 我们会从火车站自动跳过一广 然后就到一中街 然后甚至会觉得那个地方非常可怕 但是就是在念大学之后 接触了一些 就是得到比较多的一些开阔的想法 然后跟看完这一篇文章之后 我其实对那个地方有了重新的认识 所以这次来参加活动就是想了解更多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台中教育大学的罗亚文 我也是土生土长的台中人 然后因为我是个大陆痴 所以我对台中其实没有很了解 然后我从小住在中区 现在搬到北区 我觉得身为小时候是中区人 居然还不了解中区的事情 真的是太不应该了 所以我想要跟深入了解这一块土地 大家好 我也是台中教育大学的 我是思音 我今天就是陪阿文 过来一起听讲座的 大家好我是小奈 我是哲武台中的志工 然后我想要利用很短的时间 帮这个场地工商服务一下 就是很感谢想想人文空间 提供我们这么棒的场地 让我们每个礼拜五在聚会讨论 那其实非哲武的时间 也很欢迎大家就是 来这里做做喝饮料 那如果你现在很想要喝饮料的话 欢迎你到楼下点餐 谢谢 大家好我是詹凤中 我是一个艺术工作者 那我对社会议题也蛮有兴趣的 所以我平常都会看报导者的文章 那今天看到就是 那个记者有住在地广场两个月 所以希望能听到更多的经验 谢谢 大家好我是Eason 然后我是第一次来参加哲武 那我最近的话 这大概三四年都在琢磨台中的美食 那这一两年对台中的老仔 比较有兴趣 那看到就是今天的主题 是关于就是 记者在一广这边住点两个月的话 我是很想听看他有什么收获 谢谢 大家好我是俊全 目前是109的志工 所以想来听这一场那个勇达怎么样 爬书关于他写这篇报导的过程 大家好我是欣宇 然后我也是看了报导者的文章 然后想要了解更多 然后就这样 大家好我是报导者摄影记者 我叫佑恩 就是这样 大家好我是哲武台中志工余辰 然后因为我自己是学那个社工跟人类学背景 然后之前也有在follow 某一位记者在新闻募资 所以就是关于索比亚水库的这个部分募资 还有到最后遥远人生 然后最后又有报导者出现 所以其实算是有几年的忠实观众了 然后今天很高兴可以听到 报导者在就是也是我生活的地方 做的一些深度报导 所以还蛮开心的 谢谢 大家好我是博伟 我是策展人 因为在研究跟执行东南亚相关的议题 所以今天来这边听大家的分享 谢谢 大家好 我協力阿水 我是天下星期五的聖码志工 没有 因为很多人要听 相关的工程的相关的事情 所以我也没时间 好